接下来是全台湾最高的 麻辣火锅景观餐厅 用和牛油做成锅底 打造成九宫阁的造型 你可以按照火候的大小 来煮不同的食材 不管是麻辣口味 还是泡椒口味 吃起来都香马带劲 红灯笼 红椅子 代表着东方的气派喜气 大片落地窗 眺望美景 怀旧又带有现代风格的装潢 卖的佳肴 就跟这里的环境一样独特 请您好 欢迎送上来是麻辣九宫阁 整个锅底使用是很牛油 精致打造的九宫阁锅 边缘还有牛头摆设 是重庆麻辣锅的特色 滚滚辣汤 满满底料 连吃法都有自己的一套 食材到底放在什么火候底下煮 效果会最好 这方面就很有帮助 像中间这一格的话 其实是火力比较大的 那么我们就拿来算 那种几秒钟几秒钟的食材 中心格子适合烫食材 算上招牌的和牛 油滑均匀 香气十足 薄片牛舌微微透光 算个五秒钟 脆口弹牙 重庆当地喜欢算的杂类 少不了牛肚 起买香醇红油 大片吃更爽脆 经典的鸭肠卡滋卡滋 比较符合四川那边的那种风味 蛮推荐我们来吃的 对 这我们下一次第一月 真的就是还蛮好吃的 有层次的辣味 那么我们就有设计出来 是用剁椒 贵州啊 湖南那边 都会用到的 稍微发酵过的这种 青辣椒 青辣椒 爱吃辣的陶客 还能尝试不一样的滋味 泡椒嫩牛肉 下锅慢煮 又香又辣 是极致的疯狂享受 撒上满满辣椒的麻辣嫩牛肉 涮进红通通的辣锅 单吃香辣带劲 沾上特制的麻油酱料 清爽口感 降低辣度 还有独特的酱油做法 鲜嫩香麻 酱料是麻辣油 然后你没有吃进 沾麻油吃 其实不会觉得很油腻 然后很香 剑榨酥肉像是宜兰的普肉 沾麻辣汤吃 酥脆又带有香气 或是煮进蔬菜 买买一锅相当丰盛 算什么都很搭的汤底 灵魂所在 就在于炒底料的牛油 用的是和牛油 原本是做烧肉的餐厅集团 那么食用量最大的还是和牛 日本和澳洲和牛 牛油的口感是比较清爽一点 然后不会这么的肥腻 香味非常的浓厚 用到了海椒 用到了灯笼椒 用到魔鬼椒 大红袍嘛 另外花椒也是直接进口这样 我们用的等级都算是比较好 纯和牛油却不油腻 而是把香气提升到另个层次 加上进口的辣椒花椒 一香二辣三提色 造就出一锅灵魂锅底 创新锅底还有创新吃法 把食材串在一起毫不客气 放进麻辣锅里 就像个巨型牵筒相当有趣 不用动手 只要算好时间就能大块朵衣 串进豆皮或是麻薯 软Q软Q 也能串进娃娃菜或是秋葵 爽脆又麻辣相当过瘾 吃麻辣锅这样真的很适合共桌 然后我们说围桌吃的话 除了有各种各样的食材之外 串放下去就真的感觉比较热闹 麻辣锅的最佳拍档鸭血 咬下会喷汁 只有这里才吃得到的供菜丸 贴心桌边服务 吃起来清脆又有肉香 日式饺子沾上醋 皮薄又多汁 受欢迎的甜点也很有自己风格 甜而不腻 皮脆又Q的瓷巴 配上冰冰凉凉的冰粉 把口中的辣变得更温和 用特色满足台湾人爱吃锅的喜好 用景观附加点小趣性 吃进嘴里的味道 就成了最浓郁的记忆 记者香花朵通台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